胃病与吃有关联,是否存在有助预防胃病的食物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 近来,国外有营养专家通过研究就发现,如果你经常吃以下几种食物,可以预防或减少胃病的发生。 1.香蕉。香蕉柔软易吸收,而且一般都不会对肠胃造成不好的影响。 由于香蕉还有火焦,所以它可以缓解微痛,并且自然的调及肠道,让其加快蠕动。 如果你老是便利的话,吃点负含产元素的香蕉,只换出电解质,让其内的垃圾和毒素快速排出吧。 吃吧,拔丝香酒,材料,香蕉两根,白糖150克,色拉油1000克,学号80克,生粉300克,鸡石粉20克,面粉20克,鸡蛋一枚,熟芝麻5克。 做法,一,香蕉去皮,改造成2厘米大小的块,二,鸡蛋打入碗内,加入生粉,面粉,鸡石粉,少量水饺成丑糊状带用。 三,锅内加油,烧至骨成热,将香蕉沾云淡糊,下油锅炸紫色泽金黄拉出。 四,拎起锅,加少许色拉油,放入白糖,用小火熬制糖完全融化,期间要用手勺不断地搅锅内的糖,使其受热均一致。 五,糖色至金黄色初次时,倒入加好的香蕉,撒上芝麻搬云快速出锅装盘,把袋冷水沾散时。 二,秋葵,秋葵含多种营养成分,或时间有果胶和糖类总成的粘接,可保护卫壁,还可促进味肠蠕动,防止便秘,时间为温常食材。 吃法,蘑菇炒秋葵,材料,秋葵,蘑菇,姜油,蒜油,玉米粉,鸡精,白胡椒面。 做法,一,秋葵,切断,蘑菇开拌,二,热锅下油,再放入沾融蒜油,半焦后倒下秋葵和蘑菇,烧翻底下放盐。 调拌均匀放入勾玻璃切玉米粉,鸡精,白胡椒面。 三,豆腐,豆腐富含植物蛋白,而味粘膜也是由蛋白质构成的,因此,多食用豆腐就有补充蛋白质的功效,可以促进味粘膜的修复,增加味蛋白,从而可以增加味动力,有助于味道消化和吸收,减轻微部的不适感。 吃法,鱼香豆腐,材料,豆腐一块,木耳三朵胡萝卜,一根糖盐醋淀粉大蒜拌,三枚香葱番茄酱,做法,一,先把豆腐切成两米间方的小块,用淡盐水浸泡十分钟防止一会儿炒碎,二,木耳泡巴切丝,胡萝卜切丝,小香葱切末,大蒜剁碎,三,二勺糖,一勺醋,二勺番茄酱,两勺水,一勺酱油, 调成汁,带用,四,豆腐从盐水中捞出一勺水分,五,热锅凉油,放入蒜末爆香,放胡萝卜,木耳翻炒,金的木耳包猪响声,把豆腐翻炒至金黄色,六,爆调好的汁小火孤独一下,放一勺元,七,带汤汁浓稠后关火,出锅装盘撒上小香葱即可,四,香菜,本草盘目中说,香菜 香味鲜磨香窜,内通鲜皮,外达四肢,具有何味调中的功效,由于香菜具有芳香的气味,香香生散,能促进味肠蠕动,具有开外鲜皮的作用,对桥节圆的消化功能大有好处,吃法,香菜花生米,材料,一,香菜一把,花生米适量,二,背景,做法,一,新鲜的香菜一小把, 去出发至洗净,用刚烧的开水烫一下,捞出后沥干水饭切成小段,二,香菜里放入油,可以是菜油,也可以用芝麻油,少许醋,背景,花生米,我用的是自己炸的半鱼即可,此乃下就好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